同学们大家好,我们来看这一题平行线的应用 ABCD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平行四边形的定义就是两组对边相互平行 也就是AD会平行BC AB会平行于DC 这就是平行四边形的基本定义 那么我们要证明它的对边会等长 也就是AD会跟BC一样长 那么线段AB会跟DC一样长 我们来看怎么证 首先我们做对角线AC 那么这个对角线AC呢 是三角形ABC跟三角形ADC的共用边 再来 我们知道平行四边形呢 对角会相等 也就是角B会等于角D 这是平行四边形的性质 再来 根据平行四边形基本定义 AD会平行BC 两条直线相互平行的话 那么内错角会相等 也就是角1会等于角2 所以根据 AAS 全等性质 那么三角形ABC 就会全等于三角形CDA 两个三角形全等之后呢 对应边会等长 我们再来看 哪个边跟哪个边相互对应 好 线段AB呢 跟线段DC相互对应 所以AB会等于DC 线段AD跟线段BC是相对应的 所以线段AD会等于线段BC的长度 我一见 B SYLV 这个 4 5